有些人还是会搞不清楚 因为毕竟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那个失智的那个症状 还没有 所以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样的症状才是失智 那失智症状其实非常多元 那他有所谓认知的症状 很多人是自己有钱 都要把它塞在 什么地方 就说你偷他钱 对对对 失智的长辈有个很特别 他的情绪非常敏感 他会很有感受力 他可能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他不理解 但是他对情绪很敏感 欢迎收看他健康 我是丹妮 现在人越来越长寿 但是长寿呢 要活得健康才有意义 很多人到年纪长之后 可能会出现失智的状况 面对家人的失智 我们要如何因应 而且可以让他跟我们相处得 更自然更好呢 今天请到精神科医师 袁伟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医师你好 杨妮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医师我想就是现在人 可能失智的已经比例 好像慢慢的年龄下降了 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 好像年纪很长才会有一些失智症 但是有些人还是会搞不清楚 因为毕竟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那个失智的那个症状 还没有 所以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样的症状才是失智 一个是下降 一个是因为我们年龄层真的变高 那失智症的发生的确跟年龄 是一部分有关啦 所以会变得人口比较多 那失智症的症状其实非常多元 那还有所谓认知的症状 就像包括记忆力不好啊 处理事情的这个顺序 常搞不清楚啊 但是其实还有情绪的症状 然后还有甚至会有一些 妄想或是行为症状 所以它是三个部分 对对对 大家最常知道是记忆力不好 对然后就走丢了 对对对 那走丢就是严重 比较通常中后期才会 那记忆不好常常表现是 啊我又忘了戴什么 那这样一讲很多人就好紧张 我是不是也是啊 那失智不失智看单一症状啦 那忘了常常还会发生 表现在他会一直问 比如说 爸你明天要看诊哦 好那明天五点钟呀 呃四点钟有约医生 他过十分钟说 诶我明天要干嘛 就完全忘记了 然后找不到东西 一天到晚都在找 我要刷要拿啦 我眼镜放在哪啦 然后找不到钱 很多人是自己有钱 都要把它塞在 某个地方 对对对 就说你偷了他钱 对对对 找不到最常就觉得 一定是谁把它拿走了 而且那个妄想对象 通常都是照顾他的人 比如说媳妇啊 外佣啊 就做了有一点距离 不是跟他那么亲 对他们都觉得我很委屈 我根本没有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刚刚讲的是认知的症状嘛 还有一个认知的症状嘛 还有一个认知症状是 妄想是被偷妄想以外 常见叫做嫉妒妄想 有另外一半人 就两个九十岁的 都说另外一个人在偷人这样 明明就不太可能走 都走不太动了 怎么偷人 但真的就是症状 哦 除了刚刚说的 这个认知症状 记忆力不好以外 常会有这种 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 比如说他以前可以坐 捷应转公车 他现在都只能坐计程车 然后下车还常忘了付钱 或者是他去 这个便利商店 他去买东西 买完放包包就走了 他也忘了付钱这件事情 就他处理事情的能力没有那么好 那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迷路 就定向感变得比较差 问题解决能力变差 也会表现在 比如说他做菜 以前做东西很好吃 现在什么盐小放了 或是炒焦了 没有熟就拿起来 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差 你就不是单一 只有在记忆力的部分 其实面对刚刚医生讲的这些 这么多的症状 还有心情上的 有退化的 有那个行为上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举几个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如果遇到这情况 我们要怎么跟 我们的家里失智的亲人相处 譬如说他如果说拒绝吃药 因为很多老年人 他会有不同的身体的状况 会需要吃药 他会说我不想吃 我没有生病那怎么办 很多种方法 要看老人 这真的是每个老人家的个性不一样 比如说很多长辈 他有情绪问 那他不吃我们科的药 但他很重视吃心血管的药 通常我就会叫家属去跟心血管医师 递个字条 或是之前先跟他讲好 所以你要跟医生说一定要吃这个药 然后他来跟我说 我说这个心脏可以 那个江医师有特别交代 你一定要吃这个哦 这是保护让心脏更好的药 这是叫借到杀人 对对对对 借他们金口 或者是我讲没有效 小孩讲没有效 但是隔壁邻居或是他姐妹讲有效 那姐妹如果还清楚就跟他说 其实妈妈状况不好 他需要吃这个药 当然有些人很性命嘴啊 然后我们就说 但是谁谁谁推的啊 他有说这个吃了这个 看他重视什么 比如他说我没有食指 我不要吃韧脂的药 但你可以跟他说 这个是什么回春的啊 随便讲 又看他重视什么 脚是什么 就是脸孔带片让他吃下去就对 不要太认真 但是就是看他个性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但他会不会知道后来说 为什么我都没有回春 没有开玩笑 有有 妈你变得好漂亮 然后这是一种情况 那有些人他会 就是会有大小变好像失镜 但是他忘记上厕所 对 当然因为失镜其实是 常常是忘记啦 或者是他忘 他没有感觉 就是 哦他会这样子 失智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神经的一种退化 所以他对于那种 杖的感觉 其实已经不熟悉了 所以建立固定的作息很重要 比如说早上吃完饭 就是带他去厕所 或是两个小时 就是提醒喝水啊 提醒上厕所 就把他变成习惯 我们喝完水 就是要去蹲厕所这样子 那他固定有趣 就排空就比较不会 给他听点水声 他可能听到 他就会响起来这样 怎么跟好像那个红音而已 是有点像啊 其实老小老小嘛 就感觉好像小孩子 叫养是这样 然后吃完饭 然后赶快把他带去那个 很类似 对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 蛮容易解决的一个 相处的方式 说容易 但是因为一般人 其实没有预想 父母亲会退化嘛 你说孩子 可能大家有心理准备 那没有预想到 他就会觉得 然后又很忙 就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爸你怎么会变这样 那他不能接受 然后又有情绪 世政长辈有个很特别 他的情绪非常敏感 他会很有感受力 他可能不知道 你为什么生气 他不理解 但是他对情绪很敏感 所以我们要跟长辈相处的时候 那个情绪要拿捏得很好 当然情绪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说 因为还有不同的情景 就是如果说他 他会半夜跑出去怎么办 因为有些他 你知道老人家就是白天会看看睡睡 看看睡睡 然后晚上突然间很有活力 这样 第一个是他的退化的时候 同时我们这个生理时钟 生理时钟是真的 我们脑袋的一个部分在管理 他也跟着退化 所以有一些生理上的调整是很需要 比如说白天你就让他很亮 那个亮不是打开灯的那种亮 是日光的亮 家里最好有一片窗 都把他那个窗面打开 然后出去走一走 去公园运动 那就算他不能走 推着轮椅也去公园晒晒太阳 好那白天活动尽量让他安排 那我通常都鼓励失智症的长辈 不要让他常常在家里 只是外用 外用大家也知道 就常常可能只是画手机 不会真的跟他太多的互动 所以但是我们其实社区 政府其实给的蛮多方案 是让社区有据点啊 或是里长啊 或是像我们医院 也有一些日照中心 可以让长辈去参加活动 那有专业的人带 不用我们自己去带 其实那个情绪真的压力蛮大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日照蛮好的 因为大家好像很多老人聚在一起 他们其实挺开心的 还可以谈个小恋爱之类的 有吗 那你说那个偷人的想象 可能也都会有啊 那如果是那样 我们就要就是工作人员 就要注意一下 也是工作人员蛮辛苦的 那有些我知道 有些长辈喜欢藏东西 他就会不见东西 忘东西嘛 这要怎么去跟他 去在沟通上让他觉得说 哦没关系啊 不是他偷 没有没有 他没有偷这样 我也觉得是就见人说人话啦 比如说他说隔壁的谁 把他偷走 他说没有啦我上次跟阿姨借了10万块啦 他说我说要慢慢还他这样子 就是看怎么样输得比较合理 或者说阿妈你上次给我我下次再还你 或者你现在掏一包给他 不然他待会怎么拿回来 他可能不记得 所以你确定有些老人家会觉得说 啊我不是已经给你 你干嘛又跟我拿 所以要看状况 真的要看个性 或者是他比较跟我有冲突 但他跟那个美国的弟弟 比较没有冲突 他说阿你上次不是给那个弟弟了 之类的 或是你给他的小孩 说要给他去念大学 那确定那个施政老人 不会记得这一段记忆吗 因为那段记忆不存在啊 是我编出来的 所以他就忘了就对 那你跟弟弟讲一下 然后他打断跟你确认的时候有 就是其实不是编什么故事 而是什么故事对他来说是能接受的 他心理上可以放下的 我们再讲到现在情绪的问题 其实跟失智的家长 或者是老人家 或者是朋友的都一样 就是跟他们相处 其实要蛮在意他的心理上的一个稳定性 其实跟任何人应该也都是啦 但是你不是说他们特别敏感吗 所以特别敏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就要注意蛮多技巧的 例如呢 第一个一定要先把自己准备好 比如说我现在赶着出门 待会一堆行程 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爸妈沟通什么事情 那一定铁定会撞墙的 第一个他接收讯息的速度比较慢 好所以我们讲话速度是要放慢的 再来我们刚刚不是说他对情绪很敏感 所以我急我生气 他就会很急很生气 偏偏一有情绪 我们大脑是更shut down 更没有功能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准备好时间 比如说我知道这20分钟 大概就是要跟他好 好那我准备好我自己的情绪压力也比较小 然后长辈的敏感度是我开开心心跟他讲话 他就会开开心心回应你 所以我们跟长辈是长辈看 包括看诊啊 或是跟他们打招呼 我都是让自己是开心的 然后语调是上扬 啊阿姨好久不见啦 好高兴看到你啊 所以大概你的病患多久见你一次 不一定啊就看程度 但是基本上我笑笑他们通常也都很想笑的 所以你的那个心理因子要很强耶 要准备好 不然我怎么干这个行 对啊每天都看他们 我会 可是有时候情绪是可以带动的 所以我自己把自己带动起来 他开心我也会开心啊 这是互相的 所以你家里应该很开心 还是你回家就说 爸妈说我是旷石 因为回家很累不在讲话 那还有就是长辈常常坐轮椅 对不对 我们就比较不要这么站着跟他讲 第一个他听力听不到 所以有一点远他听不清楚 第二个有点居高临下 让人家不舒服 所以有时候我会蹲下来跟他讲 讲的时候要慢 语速大概是什么 语速慢 比如说妈你今天好不好 好我今天遇到一件很好笑的事 大概这样子啦 然后给他看嘴巴 那再退化一点 长辈说我们在沟通也要注意 复杂度不要太多 比如说你不要问说你想吃什么 这个选项也太多了 你可以说简单一点 你想要吃日本料理啊还是台菜啊 甚至这个也太多选项化 你就说你要不要吃哪一家跟哪一家 再弱一点我就说我们今天吃什么好不好 就是反正不要让他选 就是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然后就找那个方向 对两个选项也可以 或是一个好不好这样子 你是说让他选他会呈现焦虑吗 是说他可能答不出来 他一旦你给他很广的答案的时候 他答不出来他注意力待会就飘走 他就完全忘了你问他这个问题 然后他会团结不认识你吗 那个是严重一点的时候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会建议就是说我们在照顾 我们晚辈啦 因为我觉得女性是家里很重要的资助嘛 我们一定有长辈 然后还有小孩 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失智的家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第一个要调整好 要缓慢的跟他讲话 然后保持心情愉悦然后平和 那还有没有在临床上你会建议人家的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当人 我们不是只是照顾着 我发现有些照顾他能力很好 然后又比如说可能有罪恶感或什么 很多人他很应该说他很有责任心 他容易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我那个带来的血压记录好可怕 每天量四次然后每个月每一天都记录 那这样压力他大 长辈也大 那搞得自己晚上也不用睡觉了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当人看 所以人要什么好好吃东西啊 好好睡觉啊 要有朋友啊 要除了照顾者以外 其他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可能没有办法很多 如果你照顾的时间很长 那但是每天留半小时 一个礼拜有一个两个小时出去 我觉得很合理 那如果家里面兄弟姐妹多 一定要让其他人一起参与 很多人是那种什么没有结婚的女儿在照顾的 或者是某一个 某一个媳妇在照顾 其他人就游山玩水的时候 外都不回来 其实有钱有出钱有利出利 有些人真的没办法回来 那不可能叫他辞了工作回来 但是可能经济上他就要多负担一点 然后早一点让大家知道 我觉得开始看医生知道说 这个是失智症 你就要开个家庭会议 把这些重要的人都聚集 说这件事情是一个长期抗战 我们是要一起面对 我不可能一个人承担 那我垮了 其他人就一定得来接 所以就是要一起合作 那我平常照顾 那比如说看医生就是你带 或是周末就是你 就是要有一个轮替 然后真的蛮常有照顾者变成忧郁症的 因为那个压力是一直来的 它不像我们下班有周末周六 所以如果一旦生病 自己其实还蛮多悲惨的故事嘛 把自己就是把照顾的人杀啦 然后自己又自杀这种故事 其实在国内外都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犹豫要治疗 好那我们可以想象 照顾者的压力可能是很多 其他人很多倍 所以他需要一点支持 不管是心理上的药物上 其实也不为过 其实是很需要的 是我想大家听到医师这么讲 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是最重要的 因为毕竟大家父母养我们 然后我们反过来再养我们的父母 也是很理所当然 那这时候呢 兄弟姐妹如果能够聚集起来 然后团结 那我想自己的父母一定会觉得很安心的 走过他最后一个很愉快的 虽然是失智的人生 但是我相信他在心理上 在离开的时候一定也是微笑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弄得更健康一点 然后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个健康的心灵 我想面对什么事情都能够好好的解决 再次谢谢医生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